禁止废话 你知道中国渔民有多猛吗 美国军舰在面对我国海军时不为所动 但只要一看到我国渔船 就会着急忙慌的撒鸭子跑路 因为中国渔民敢开渔船撞军舰 而且军舰还不敢还手 世界上最高的人有多高 清朝有个叫詹士拆的巨人 身高在3米19左右 急需一刻就能杀死上百万人 但很多女生却争着往脸上注射 肉毒杆菌的魔力究竟有多大 肉毒素可以除皱 但合成肉毒素的肉毒杆菌 只需要静脉注射0.09微克 就足以让人全身肌肉麻痹而死 用电脉电脉电脉 电脉会被电死吗 不会被电死 因为电脉的身体是绝缘的 用毒舌的毒毒舌 毒舌会不会被毒舌的毒毒死 不会被毒死 毒舌对毒液有一定的抵抗力 你知道病人节之后的断肢 最后都去哪里了吗 一般情况下病患家属可以选择带回家 没人要的会当做医疗垃圾处理 当飞牛顿流体遇上补兽家会怎样 飞牛顿流体会被夹成两半 把飞牛顿流体放在火车轨道上碾压 会发生什么呢 飞牛顿流体会被压成醉末 一年吃掉800吨 奇臭无比的飞鱼罐头 为什么瑞典人那么爱吃 因为飞鱼罐头是他们的传统美食 扶梯停了为什么不能走 如果在停止的电梯上动作太大 可能会导致电梯向下滑落 从而加伤自己 自动扶梯侧面的毛刷子 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防止顾客被电梯的缝隙加伤 美国人太奇怪了 为什么修路时下面要铺一层风潮网格呢 为了提高公路的承重能力 路角为什么每年都会自然脱落呢 为了在冬天节省体力 世界上最白的涂料到底有多白 阮修林教授研究的白涂料 可以反射98.1%的可见光 人在临死前是种什么感觉 他们知道自己要去世了吗 因疾病而死会感到很痛苦 寿终正寝的老人会感到十分轻盈 你听说过吗 古代打仗前要先将箭头在粪水里泡一下 为了附加魔法伤害 让敌方士兵造成细菌感染 为什么泰坦尼克号至今不打捞 因为现在的技术没办法打捞 在不喝水的情况下 动物们都能活多久呢 狗三天 人泪三天 蟑螂一周 骆驼两周 老鼠一个月 某村庄上空突然砸下了一个巨大的冰块 好奇心爆棚的村民忍不住咸起来品尝 尝后还生挺甜的 甚至有村民抱了一块回家 放进冰箱储存起来 每天拿出来舔一舔 称其为无根之水 最后发现是非鸡麻同尼处理过的尿 金子没有毒 为何古人却总说春金自杀 因为古代的黄金杂志太多了 纯金是无毒的